非常謝謝我們文治 常常說什麼文治 我們最佳的主持人 那另外剛剛其實介紹 花了將近三分鐘才把它介紹完 那在議會裡面是相當關心點 支持教育 親自道場我們有陳醫生議員 還有蔡東郎議員 我剛剛說他是最UK 最人情的 那另外許志村議員還有陳振東議員 另外還有各位啊 包括我們議長還有許多議員的秘書 那時間上的關係我就沒有在意義稱呼 真的非常謝謝 另外台南市跟教育有關的 可以說也都到場 包括台南市四大家長團體 家長會聯合會 中小學家長協會 台南市家長協會 大台南家長協會 李市長還有代表姐都到了 那另外我們台南大學 教育長也親自到場 那另外我們許多的校長 還有我們這個教育產業的工會 教育團體為李市長 另外這個近台南呢 我們的展出也有一塊很大區塊 是補教的這個 算是產業喔 非常重要的是藍衣包括漢林 那藍衣好像沒有看到 不過漢林都代表到了 還有各位嘉賓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其實齁 我們坐在立場 然後剛剛看到那個年輕的 從公園國小到大成國中 我們同學的表演 就剛剛文基金講了 年輕真好 如果這個把他時間 這個廣回數 以我來講 可能要減個四十幾年 可能要減五十年 那我才能夠跟他們一樣 很多活動 不過我想 大家都曾經 年輕過 那台南400呢 教育的部分呢 可以說是非常 這個重要的一塊 所以呢 我們這個主題呢 是經過非常多 能力激盪而來的 我們稱它叫 教育的時空旅行 我想大家有看過點擊嗎 做了時光機 然後回到過去 所以我們呢 台南400 我們台南呢 就坐著時光機 那回顧這400年 我們整個台南教育的一個發展 那當然 過程當中 有的史料 可能沒有辦法 再找得到 比如說去找那個 這個荷蘭時期 荷正時期 那個教科書 我當然很難 不過 我們把重要的大時期 我們把它呢 這個串連起來 那或許透過我們的 AI的協助 我們對一些 這個 曾經發生過的重大時期 我們也能夠 多少有一些認識跟了解 那我想 我們 台南作為全台手學 所以我們的主題 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會用 first 然後capital 跟leading first 因為是全台手學 那capital 作為首都 我們是當作教育的坎摩四半 那我們leading呢 就要引領我們教育的未來 我想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們台南 也可以承擔得起 所以我們用這三個來串連出 我們整個 教育時空旅行 教育主題展的 這個主要的內容 我們其實從 我的桌子這邊 一樓 你們進去呢 現在先拍個關節 進去之後就看到一本大的書 那本書的後面呢叫 你用的麥克風 給他問問題 AI就會回答你的問題 然後呢 走過去呢 就會從 這個1624 那麼一直到現在 那各個不同時期呢 重要的大時機 那你看完了之後呢 我們還有QR Code 因為我怕孩子來喔 這樣就這樣看過去就沒有了 QR Code 你回答 牆上哪些問題啊 你就可以臉紀假噴 你就可以参加摸茶 所以都不会是农场 另外你能不能可以看得到 我们所设计的这一次 会陪着你进去教育时空旅行的 我们的伙伴 我们称他叫文昌君 这个也是讲得很久 文昌君他的造型 那只要你透过问答 他会依照你选择的选项 判断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 然后他就会造型出 那个性格的文昌君 然后就给着你完成 整个的教育时空旅行的展览 那最后你可以把文昌君带回家 那另外我们当然在 这个二楼的部分 就是那些人 我们一起上学的日子 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 现场国小志宣校长 以台南现在 还活跃在各个场域的 有六零年代的 有八零年代的 还有两千年代的 两千年代 太年轻了 应该是五零七零还有九零 那我们这一些校长或老师 现身说法 他们那个年代 从早上他是怎么上学的 所以我记得有校长就说 我们那个时代是打四脚上学的 我说看在周围 回顾一下 像我算六零年代的 我是打四脚上学的 然后因为后来要服装一种检查 所以我妈妈就帮我买了一双大号的球鞋 但是又很家境又不好 所以我要挂在脖子上 打四脚上学 到了校门口 赶快穿起来 通过检查进去之后再拖起来 然后再放在抽屉 然后随着应该可以度过那三年 我的脚会长得很快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 我想在座的有一些 说不定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那接下来到了学校呢 像我呢就开始写功课 因为我家里面呢很穷 做我们不满路啊 所以根本没有登 让我晚上回去写功课 所以呢啊回去都是在玩 所以赶快到学校赶快写功课 然后业务老师呢 第一结构就要作业检查 常常没写完就好 被原理的老师处罚 然后呢一有空 当然就出去玩 我们那时候玩什么 玩开战 无二在座的有没有玩过 就是非常业的那种开战 跑过去 然后如果被推出去 你就死掉了 反正小时候的玩呢 非常非常的多元 然后开始上课 然后呢下课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游戏 然后中午的时候呢 哪有什么生下午餐 都把它带便当 带了便当 非常简单的便当 然后就睡觉 然后接下来 下午的课上完啦 就走路再回家 然后开始就去玩了 我们是这样的一天 好像也有校长就说 他讲的好像跟我的时候也差不多 所以台南的孩子跟我高雄台长的一样 可是到了七零年代就不一样了 可能就开始会骑脚踏车 然后到了九零年代就爸爸妈妈载了 所以事实上是不同年代 我们一起上学的一天 就有非常多的变化 让大家一起回忆一下 那当然现场又有一些布置 卖个关子你们自己去看就知道 然后很多的一些过去 我们收集得到的史料 我们都可以这样回味一下 然后到了三楼就是我们台南的教育产业 各个国际 不叫产业 像蓝丽按钮 他们的教科书 教具它的一个严化 然后到了四楼 那就是现代啦 我们就有ARVR 然后X卡 这种滾轮的实镜 这个就是未来的教室 可能要呈现的样貌 那右手边这个 联动我们称到叫二管 那二楼的部分呢 我们有甘阿丁 甘阿丁就是一个福利社 我们有幻卖 大家觉得还不错的东西 然后到了这个三楼 我们就有收集各种的童话 应该有至少两百件的童话 一两百件 所以让大家再回味一下 那教育时空旅行 陪大家走过四百年 那当然 这一个未来 还有更长的旅途 那希望大家 后期可以看到台南 我们这边讲 我们台南曾经有过的学习 我想 这个是我们教育局跟伙伴 所规划的教育时空旅行 大概的那个内容 不过 好的 这个场线 也希望大家 就胡佑熙老 一起来 那在活动期间 5月25 也要打个广告 到9月1号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基本上是免费的 台南市民 学生 都完全免费的 过了之后 我们就要收费了 过了之后就要收费了 那你只要拿来了 我们就有一个条件 你就可以掂件上面的QR code 那去做各种的游戏 那另外除了实体展 还有线上展 也非常有趣哦 线上展 那也有各种的游戏 那你可以透过 不同时代 日剧啦 合正日剧 还有现代 我们有很多的model 然后你只要投上你现在的照片 他就可以声称你现代的 你那个时代的样子 局长 这边好像是有 你叫我演示 又秀一段哦 你就可以想想看 你如果是活在合正时代 那你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还真的还蛮像的 很有意思哦 那另外还有各种的挑战 其实我们的语言呢 我们有那个 那个 新港的数学是怎么算的 112 112新港的技术呢 你就看看 112跟我们写的不大一样 所以你也可以挑战 你可以有选项 选择对啦 你就可以计分 然后我们有这个 公园里面有很多 很像是抓宝一样的 这个大地民众 你用QR code 就可以上去做游戏 也都可以累积加分 而且每周都有抽奖 那越到后面奖越大 累积越高呢 越有机会 所以 透过我们 郁教理乐 那大家一起来探索 教育时空旅行 希望台南四海教育 这个展场 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 最后再来一次代表 然后我们的市场 谢谢大家的光临 也希望 教育时空旅行 能够带给大家 无穷的回味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主义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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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